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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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華就是街友有名啦 情色很多 其實旺華也有比較好的東西很多 包括它也是全台灣最多夜市 夜市密度最高的 轉個彎出來 這個就是最有名的華溪街觀光夜市 台灣第一個由市府規劃 稱國際型的觀光夜市 它用假的木構造 呈現中國的彈送文化 當年吸引很多外國人進來 走過去你會發現 好幾千位的女生在那邊工作 一個老城社區 不是用一個現代化的觀點 法治來管理它 反而是在一個地方的社會角力 有黑的有白的一起互相共治 從港口要到廟口都走這些小街小巷 港口廟口慢慢發展 就形成第三階段四階 所以我們上課會跟大家分享 早期都市的發展 有五個階段 從港口廟口四階 學校跟社區 這五個階段 簡單十個字 是整個華人社會發展的重要的五個 空間脈絡的元素 人紀院你假如看它背後的建築 它就是把那個中國 嶺南傳到台灣這三合院 變成二樓式的三合院 人紀院它經過一百五十年 它所有的核心的精神 都在前幾年那個新大樓 新建的過程中 在舊院子挖到一個碑 淡水育英堂 人紀院的前身清朝的時候 留下一個碑 光寡孤獨廢基者 都可以用 港口廟口 會形成所謂的老街文化 我們這邊 政府強力保留的剝皮老街 等一下我就帶大家去看